新竹城隍庙美食推荐 北门街上的老黄猪脚大王 夏天店里有冷气 冬天吃更是喝完暖呼呼 位置就在热闹的北门街上 环境蛮前进的 室内室外都有座位 而且晚上开到半夜12点 除了猪脚汤其实也可以点猪脚切盘 另外还有烫青菜 原汁面馅等 每次点餐时都会先说不要加味精 吃起来的味道会比较没那么甜 但其实味道就已经蛮足够的 两种口味汤头其实都算好吃 当规的味道比较香 原味汤头不加味精的话比较淡 其实他们家的卤肉饭也不错 看心情是要猪脚当配白饭或是面馅都可以 猪脚的口感真的很棒 五股的猪脚肉 胶质满满又不会柴柴 要携来Q弹又嫩 真的好好吃 记得加一点辣椒 酱油沾猪脚跟面馅吃会更够味 新竹露营区以梦幻而闻名 同时也提供了许多适合懒人露营的选择 在二十三年的新竹懒人露营场地中 多了一个崭新的选择 又以S露营区 这里提供了一博三十 包含两个DIY课程 价格清明却兼顾了丰富的体验 特别推荐的是全新推出的奢华雪球杖 这些雪球杖不仅在视觉上呈现出奢华感 更提供了完善的设施 整个园区也提供多项丰富的体验活动 可以自由选择付费参加 满足各种兴趣和需求 不只适合情侣前往度假 更适合带着小朋友一起前往增加亲子互动 露营区占得很大 在草皮上摆放许多设施 有射箭 羽球还有小型足球这边都有提供 绿洋蓝的草皮上摆放着悠闲的吊床 悠闲的躺在吊床上 可以尽情欣赏新空中的美丽奇观 园区中还有打造植物风往美拍摄地 这里的场景将大自然与异国风情巧妙结合 这里也有提供自费的饮料选择 如果入住的时候想要品尝咖啡的话 都可以跟管家点 管家们都会在这栋小房子里 准备各位的下午茶跟晚餐 如果有任何需要的话 随时都可以来找管家协助 而且露营区甚至还有独立的麻将间 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完全都不会无聊 棒的就是我们频率五个人入住的价格 一人只需2360元 这样的价格包含一泊30 竟然2500不到 营区内的帐篷总共有三间 尤其是三间不同风格的雪球奢华帐 挑高的空间让人感到自由舒适 完全没有压迫感 更令人惊喜的是整个区域的洁净度 它的舒适度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盥洗被品都有精致的袋子帮装好 要洗澡的时候提着袋子 就可以直接走去盥洗室了 每一个雪球帐旁边 都会有设置独立的帐篷客厅 下午茶的部分会按照人数 而提供法式下午茶塔 先是送上一人一碗的红豆汤 这样的下午茶塔真的太精致了 有中适于法式的马卡龙 还有饼钱 可以一边品尝下午茶 一边与嘉然好友在帮露天客厅聊着天 最浮夸的就是晚餐 夏天的时候会提供烤肉 冬天来临会有火烤两吃 品相非常多 多到每个人都要硬吃才能吃得完 光是看到晚餐的食材 就可以感受到业者满满的诚意 早上的时候 服务人员会把早餐送到露天小客厅 会有可送 水果还有水煮蛋 以及饮品 新竹超人气哦 高级日式精致炭火烧肉也到中立罗 假日如果没定位还不见得有味制作 最便宜价位是599元 处理一下菜单 再加上饮料 冰淇淋无限用 光是食材就足足超贵百种 哦 Yaki日式精致炭火烧肉坐落于中立的盐瓶路上 附近的停车场不行也只需一分钟 门口的粉红招牌非常吸眼球 用餐空间算大 是比较长条形的环境 是属于吃到饱模式 目前全部共有三种价位 599元 699元 提供饮料 冰淇淋 有汽水 果汁 咖啡等等 饮品种类大概超过20种 而冰淇淋竟然是使用泰国有名的民果冰淇淋 这个整个大加分啊 店内另外还特别制作了味噌酱 日式辣味噌 这些也是蛮受客人欢迎的 现在有档月收行消费就送牛蛇的活动 配上冲冕咸蛋刚好 澳洲M9和牛油花均匀分布 厚度够吃起来贵硬 快M双酱留着漂亮的油花 肉也切得颇有厚度 觉得油腻的话也有提供无限量的包肉生菜 九烧大蛤鲜味十足 连汤底都鲜甜 蒜蓉鲍鲍鱼已经先调味过 咬起来富有嚼劲 还有超浮夸的鱿鱼串 这里也是让你吃到饱 天时红虾 金针大虾美味几乎都是两只食指掌 肉不会散热嫩嫩 保有虾本身的甜度 最后再用烤麻醋来当做收尾 真的超满足 底部带衣装 最后再用烤麻醋 切成的油花 再用烤麻醋 扣麻醋 切成的油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日幕花园占地宽广 有平稳不到可以散步 四周绿翼盎然 有许多树木和植栽 边散步边观景 让人觉得超级放松 推开白色小木门 这里景色又别有洞天 好美的绿色小镜 有洞水上小屋 还有碧绿池塘 感觉是花园主人的家 非常有美感 探索日幕花园 会发现园区规划超多观景台 走累了可以停下脚步观山休息 站在大树下 背景就是起伏连绵的山景 绿翼无限好 能俯视群山风光 让人心旷神怡 再往上走 能看到大片的绿叶景观 这里给人一种 巴黎岛风的度假错觉 花园的木屋餐厅 可以用餐下午茶 聊得山谷玻璃屋 拥有辽阔的观景视野 餐厅明亮空间大 座位景也都很有质感 最强的摇滚区 就是靠窗台的观景座位 假日人期望 真的是一味难求 日幕花园 其实没有什么人工的艺术造景 最强大的卖点 就是辽阔的大自然山层美景 花园里也种植不少盆栽花卉 四季都能赏花 给人绿意放松的自在感 远离城市喧嚣 老师 拍摇 老师 并 有